美鳳有約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哦 夏天到了 我很喜歡四處跑步走 因為我愛流汗 我也不怕曬太陽 我反而比較怕冬天很冷 所以夏天我很喜歡 不過我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做少許防曬 譬如說我已經沒了 因為你沒沒了 太陽太大有時候 直接第一會很細 然後再來就是 也會比較 尤其手也是一樣 你常常這樣打在頭 多少也是 所以我有時候 我出門就戴個... 我會穿長袖 好,要不然就是擦一點防曬的 然後戴個運動帽 戴個帽 一人家比較不會認得我 因為我沒有衛生 所以沒那麼多 當然如果說我要工作 我就可能要擦一點底 但是如果你要擦粉底 如果你要擦防曬 這就要算得好 沒有,總會覺得很厲害 然後又怕毛孔、堵塞 不透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可以在夏天過夜很舒服 也不用擔心紙外線 只要你防曬做得好 有什麼樣的防曬 會讓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就算你要補妝 它這個防曬東西 也不擔心說 你在補妝的時候 又化妝的時候會太膠了 好,今天請到來賓這一位 我也覺得他皮膚保養得很好 很亮 就是我們德昕 鳳姐好 大家好 防曬要做好 才能打造完美肌膚 對啊,你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完美 另外這一位 他是超會保養 超懂得保養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改變 所以要特別注意防曬 就我們慧如 鳳姐好,大家好 注意囉 如果不防曬 可能會讓你的保養毀於一旦哦 所以防曬很重要 是 在外面的搬什麼都會有 然後又很乾燥 所以我們要好好請教 我們保養達人 方偉老師 哈囉 大家好 鳳姐好 如果夏天不做防曬 小心冬天你就被淘汰哦 請問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 我們要懂得防曬 因為我很早的時候 就開始保養嘛 然後我就知道說 紫外線中有年齡的紫外線 除了會晒黑之外 所以我的防曬方式 就是像鳳姐一樣 戴帽子一定要戴 然後我最近 其實有一些衣服的廠商 他有出了一些 UVA的防紫外線的外套 對,所以我覺得 我出門一定會穿那樣的外套 然後撐傘 有,對 就是要坐到滴水不漏 真的 因為防曬品那是少不了 然後還有粉餅也是有 防曬成分的 防紫外線 對,就真的要滴水不漏 真的哦 尤其是說說 出外線還是很熱身 在頭上這樣打 因為在拍戲不能撐傘 那機場機可能不能撐傘的 情況之下 所以防曬品就很重要 真的 對,像我自己是很小的時候 我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姐姐 借他的隔離霜裡面有防曬線 你太多了 因為我跟我姐姐差四歲 我姐姐那時候是正愛漂亮的時候 就是國中高 要升高中那個階段 然後我姐姐就好多保養品 他就是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妳一定要防曬 要不然妳以後會老很快 對 然後我那時候才國小五、六年級 我就開始非常討厭上體育課 然後我也不喜歡早上八點 要在那邊升級的時候 在那邊打在頭 有沒有 妳好聰明哦 然後我就每天都會擦防曬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就是深根蒂固的防曬觀念 一直到現在 我除了擦防曬之外 我開車哦 我是整個手套戴滿的 然後臉我是這樣遮起來的 是像賣芋蘭花 對,像賣芋蘭花這樣子的 可是我覺得... 在車子裡頭耶 對,在車子裡頭吹著冷氣 我的腿都是蓋起來的 然後我就發現... 這光年也更好耶 對,我就發現我自己... 你看我三十歲 跟我自己同年齡的女生比起來 我真的班比他們稍好多 因為他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是喜歡陽光、沙灘、比基尼 那種類型 可是我就是完全不會去的 可是這樣相較之下 時間一久 真的就是有落差耶 我覺得海邊好違憲哦 對啊 我剛剛問說你們幾歲開始 我是... 我是很奇怪 我是從年輕... 而且我的選在 頭中島 去噴在頭 頭中島 因為你黑鳥 對 年輕的時候耶 就不怕耶 但現在會覺得還是要注意 因為很容易乾 加上我... 因為很容易過敏 吃的東西會過敏 過敏就癢 然後皮膚整個非常乾燥 之後我就盡量保溼要做得好 然後防晒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沒有防晒 直接晒太陽皮膚也很容易過敏 沒錯 其實 紫外線就是我們年齡的殺手 對啊 你知道嗎 所以... 年齡紫外線 什麼時候開始做防晒 就是你知道防晒這兩個字 開始你就要做防晒 因為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防晒 如果說你沒有做好的話 對不對 我們肌膚會受傷 然後我們 肌膚的膠原蛋白會流失 然後會破壞掉它 然後有時候會老化 然後會長皺紋 會長斑 然後水分的流失 所以防晒就是你知道 防晒這兩個字就開始做了 對 其實不只說出去外面 對啊 坐在家裡 如果窗戶 太陽是一邊... 有時候你又該怎麼辦 你又不希望把窗簾都關起來 黑白白 好,打開 那怎麼辦 在家裡就防晒 然後帽子要... 放進來 放進去 沒有,其實我跟你說 剛才韋茹做的那個示範 他講的那個... 他的故事是對的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在室內的那個魯素燈 是外面陽光的紫外線二十倍 真的嗎 對 然後太陽如果透過玻璃折射之後 它也會有增加十倍以上 會增加 對 所以有些人說 在家裡面不出門對不對 他說我都沒有出門 怎麼還曬黑呢 因為我說我家要有景觀 對 有很大的景觀 露地窗 露地窗 更恐怖 所以在室內就是等於說 應該說你睡起來之後 你的保養 保養程序裡面最後一道 就是要做防晒 是 對 也要有防晒的概念 我們來了解一下 好 其實防晒很多人 都會有錯誤的觀念 來問大家一下 你們覺得有撐傘 就可以不做防晒嗎 當然 對,其實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撐傘 大家撐傘是好一點 就是它不會直接晒 可是因為陽光是四面八方來的 你知道嗎 你們一定聽過說是雪地 晒很黑 因為太陽暴 雪地反射更強 所以其實撐傘不見的是有效的 一定要擦防晒 沒錯 好,那第二題 你們覺得 高防晒係數是差一次就夠嗎 不 你們都很聰明嘛 對 其實要一直補 對啊 對,可是也不能太高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因為皮膚會阻塞對不對 對 太油膩也不行 然後其實應該看說 你的防晒係數是多少 大概一般來說 我建議是五十左右 又是剛剛好的 對 然後你們覺得 防晒需不需要卸妝 當然需要 所以是不能不卸妝 真的嗎 其實防晒要不要卸妝 是在於說 如果說你的防晒平 因為現在有一些防晒比較低係數 就是有人不化妝嘛 對 我說簡單一點 就是保養跟防晒 或是隔離妝在一起的 那你可能一般的清潔 就可以清潔掉了 如果你的防晒乳是四到八小時以上的話 記得一定要卸妝 不卸妝就會長痘痘 對 會更恐怖 對 好 那防晒在出門前 三十分鐘就要擦好 是的 為什麼 因為它要產生作用 像有些物理性防晒 跟化學性的防晒 你們都有做功課 我們排庫這麼好 也不是這樣誰願意來的 有人說你好嗎 自己講不行了 有 因為防晒一定要 不能夠馬上... 出去擦的時候 馬上就起作用 因為有些物理性防晒 你要給它一些時間 對 我建議就是你在家裡面 其實洗完臉 最後一道就是有防晒的保養品 擦完之後 它就開始起作用 出去的時候剛剛好 然後就是可以幫你 達到最高的防晒效果 是 如果是你在路上 我說 我出去在路上邊擦 是你那時候 你從家門到外面那時候 你皮膚已經瘦上了 對 對不對 你們記得 SPF系數高就不會晒黑嗎 錯 那什麼不會晒黑 有PA很多家的那個 就不會晒黑 我跟你講 我真的買防晒品 我真的是瘋狂看 有PA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不懂 我們都會買那個 SPF因為越高就越不會黑 不會晒傷而已 而且你會發現 國外有很多的品牌 他們只有SPF 他們沒有PA 因為國外的人 他們不想要晒傷 可是他們喜歡小麥 小麥色的服飾 就會這樣很健康 那我先告辭了 就讓你來講 好,我跟你說 SPF就是晒傷 晒傷 有人是想說 我怕晒傷因為SPF 可是如果你不想晒黑 就要PA 一個家大概是兩到四小時 是 那三個家可以到八小時以上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工作環境去 看你要補多少次 好,懂嗎 可是老師,我有個問題 像我們夏天很容易脫妝 然後要一直補 這樣很麻煩 對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救我們 對啊 當然有啊 有啊 當然有啊 就是它就可以解救你了 對 這個 這個是 這不是防晒霜吧 這是...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洗臉洗好 然後乳液什麼都擦好了 保養品擦好了 應該說這一個 它這個就是 如果說你強調是要裸妝的話 對不對 其實它是一個防晒粉餅 就是我們在擦完保養品 最後一道 你出門就可以用它來做加強 如果你在外面工作的話 譬如說很多女生 就會說我已經化妝出去之後 對 我很怕越補越糟 對啊 因為每次要補 然後粉都越來越厚 還有譬如說你可能是 手很髒的時候 你不方便補防晒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補才好 要去找洗手間 洗好手才能補 它就很方便 就卸妝完 然後再擦 這樣邊補妝 用拍的啊 對,就可以用了 它這裡面有很棒的成分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它其實有... 它裡面有 冰河水下的... 好涼哦 聽起來就很涼快 對 其實這一個它強調是 它是有降溫的作用 可是降溫就要看個人的體溫有多高 而且有降溫 就是瞬間可以幫你降溫的作用 然後有 因為它的保濕 其實大家可能說 它到底有沒有... 你們看不到保濕對不對 對啊 我來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好了 好不好 它裡面... 它是滿滿的精華液哦 你看一下哦 有沒有看到水已經流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它水已經流出來了 真的耶 有沒有... 你看,流下來了 好厲害哦 有沒有,滿滿的... 很神奇哦 所以你在邊補妝的時候 幫你 做保濕 邊保濕 它那個顏色就兩個顏色 白跟藍色的那種 來的其實是體諒你的肌膚 對 白色可以做 對 然後裡面還有維生素的那種 十種的維生素 可以幫助我們肌膚修護 邊保養的意思 有沒有很心動 有 我們可以試嗎 好像在防晒同時做保養 保養 對,保濕 這裡面有 可以幫助我們修護毛孔 它可以幫助我們鎮定肌膚裡面 因為它有 可以幫我們肌膚 瞬間的降溫還有鎮定 邊走邊保養 對 有可能就會容易兩塊紅紅的 或什麼 缺水 其實就是缺水 而且你可以... 你先試一下嘛 它其實就可以降溫 這邊有,你看看 它其實你擦下去會有一種 涼涼的感覺 用拍的嘛 對,不要拍太多 先這樣子弄 然後就... 其實應該來說 就是大概這樣子拍一下 不用這樣 然後如果你要多一點 就是可以輕輕的滑一下 其實拍就可以了 要不然先在自己手 不用 其實今天大家可以在這邊 把它在手段也可以防晒 好冰耶 有沒有冰冰的感覺 有啊 我來弄多一點給你... 冰的對不對 真的 真的是冰耶 然後這個還可以鎮定 鎮定肌膚的管理 它有檸檬草自取 皮膚變亮 還有白蛇的... 有嗎 有啊 還有白蛇花的萃取物 真的 你看這提亮了耶 這個是有差 這個是沒差 差的光澤度就不一樣 這就是毛水的光澤度 我跟你說 你會覺得一般來說 你們在化妝的時候 都覺得說越補越厚對不對 對 那你光說沒有憑據嘛 對 我們來測試一下 怎麼測 譬如說... 我現在有妝 對,你啊 然後我鋪上去嗎 我現在先測你現在的 肌膚的那個 那個坐著 好 尾先生,你肌膚現在的保溼度 好 我把你... 用完之後 你肌膚會變更滋潤 先看它下的保溼就有多少 你還不錯耶 有3.3 很會保養 對啊 可是有一點油 它的油只有五十 你也出油了 不過油也好 就是出油比較不會老 你才有這說法是不是 你會這樣說 脂油比較不會老 好,我現在幫你拍 你看 我幫你補妝 它其實在用的時候 它藍色就提亮 可以提亮肌膚 白色是防曬 其實我們大概就這樣子 輕拍 可是老師,我現在有底妝耶 我這樣可以直接上 可以 而且它不會越浮越厚 真的哦 對 而且你清晰的時候 還可以體亮 夏天在外面一定很舒服 對啊 你會很明顯 感覺到是水的感覺 在你的臉上耶 而且滿滿的精華液在裡面 夜夏天 冰液涼涼的 你的膚質已經開始有光澤感了 真的嗎 有沒有看到 有耶 真的耶 兩邊差很多耶 有,那個亮 好亮哦 對 就感覺皮膚很好 很水嫩那種感覺 皮膚很好 你看 兩邊真的有差耶 有差 而且... 而且有些藝人 你們在拍戲的時候 來補的話 你知道皮膚超... 就好像打個洗手機在你的臉上 真的耶 有那個蘋果光的感覺 這個是韓國藝人進口的 所以你看到韓國藝人的皮膚 都這麼好 對 他們是有秘密的 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他們都很像素顏 可是皮膚那種透光 透亮的感覺 好,剛剛是多少 三十... 三三哦 我三二 好 三十八 我瞬間才用到三十八了 就提升兩格了 好厲害哦 好厲害哦 對不對 好厲害哦 而且現在看你皮膚的感覺 都光澤度又不太一樣 氣色會變得很好 而且它不會越... 它不會越補越厚 對啊 而且完全沒有感覺到那種... 因為我之前是先上防晒 然後再上粉底 再鋪粉餅 我們突然都是補粉餅對不對 對 可是你知道嗎 真的到夏天 你用手指去尻 就是尻出一層... 真的 厚厚的粉 因為它一直在討厭 然後重點是你去外面 你沒有辦法補防晒這件事 因為你沒有底妝 我們是沒有辦法補防晒 所以只能粉餅越擦越厚 越擦越乾 而且你知道嗎 像我們覺得很熱的時候 我們會噴礦泉水 對 但是礦泉水一噴又會把妝 跟防晒品全部都噴花了 你知道 礦泉水越噴皮膚越乾嗎 真的、假的 對 越噴越乾 所以你要正確的防晒 所以你用它 來,現在有了 你知道它 你就會 好厲害哦 我通常建議大家是在 你洗完臉擦完保養品之後 對不對 你擦了基本的保養之後 你出去 如果你真的不想化妝 素顏 你就直接擦它 它就可以創造出一個裸 裸 裸 裸妝很好的感覺 因為一半這樣走這個 對 裸妝的概念 而且你看起來 就是沒有化妝的好肌膚 出去補妝的時候 就是你下午的時候 如果說你中午吃過飯之後 如果你在室內工作補妝 你就用它來補就好了 不用再補粉餅 對,保濕 藍色提亮肌膚 白色防晒 而且它其實有輕微的潤色 皮膚變白潤色,對不對 真的 而且它真的鋪在粉底液上面 跟我剛剛有上 其實我有上粉餅 可是它完全不會把刮 作壞你的刮 都不會刮 它會整個透過粉底液跟粉餅 把它滲進去 我的皮膚底層 你會感覺涼涼的 所以你說韓國藝人在拍戲的時候 為什麼肌膚亮到覺得 它到底是做了什麼運氣 對,你現在很像那個韓國的明星 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你超好操心 你知道嗎 好操心 什麼操心 好操心,知道了嗎 好操心 好操心 厲害,好舒服 有操,有操 對 然後也可以順便操脖子 因為其實脖子... 對,其實脖子是... 如果受傷之後是很難恢復的 我自己如果說在拍一些 廣告片的時候 有時候群身 我們以前都用嬰兒有操嘛 對 可是因為紫外線很強 那個攝影棚的紫外線很強 我都用它來擦身體 因為就好像打光一樣 拍起來肌膚就好像那個亮亮的 對 這個是男女都可以 男女都可以,對 方便耶 而且它沒有顏色 它只有防晒 好厲害哦 這個好 而且不會調膚色 不調膚色 就是白的也可以用 然後我膚色深的也可以用 對 然後如果說不喜歡化妝的人 或者是男生 如果你想要用防晒的話 其實我也記得它另外一個果爵 我自己滿喜歡的 我用了很多瓶 我每次都用到扁了之後 再去找一瓶新的 就是它 我跟你說 我給你們用完之後 你會更喜歡它 真的嗎 這男生專用 這男生 男女都可以用 那它臉也可以用 然後身體也可以用 全身同用 它非常好吸收 那手好亮哦 對啊,剛剛擦的那個 很差耶 來 瞬間吸收 有沒有感覺到不黏膩 它好清爽哦 超清爽的 其實夏天擦防晒 我們最怕擦到那麼黏膩 三個加 夠厲害吧 而且不黏膩 有三個加 而且它沒有那個厚重感 因為一般你細數高的那種防晒 你會感覺好像有一層 油油的 厚厚的在那裡 然後完全沒有 對,它可以超勻的 它這裡面有一個很特殊的層面 叫 海茴香 海茴香是菜 香香的耶 真的很舒服的味道 很珍貴的植物 是法國的珍貴植物 這種植物幹細胞 它十公斤才能夠萃取一公克的幹細胞 幹細胞是生長因子耶 植物幹細胞 對,所以它跟我們的肌膚 如果結合在一起的話 可以防止我們肌膚的老化 對,可是這裡面有滿滿的 一百萬個植物幹細胞 這麼多哦 有沒有很開心 有耶 要回到手一顆 然後你知道海茴香它的... 很香耶 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 什麼 聽完之後你會愛上它 它就是調節你的黑色素 因為黑的話就是黑色素嘛 對 調節黑色素 趕快包一打 真的,而且它真的很滋潤耶 對,它完全不控重 我覺得他們兩個在擦這個 防晒的東西 他們都滿有概念 對啊 推完之後還會稍微... 對,讓它加速它會很兇 而且其實在擦這個防晒的時候 盡量不要太用力 其實太用力會破壞它 反而會... 它的功效會降到... 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對,不要太用力去擦 輕輕抹 這樣他們可以擦臉嗎 可以 擦完之後還可以再擦那個粉底 對,如果這樣子 兩個在一起的話 我的建議使用就是 你在家裡面洗完臉之後 你就用它 當最後一到 因為我剛剛講說 它可以調節黑色素嘛 對 它可以刺激我們的小石層再生 然後讓好氣色 然後玩的時候出門 你可以再用它 再帶著它 再帶著它 如果說你覺得是... 這個是很清透 就感覺是素顏嘛 對 但你覺得有一點點光澤感對不對 微裸妝對不對 你就用它 對 出去你就戴晒晒的 好厲害 整個夏天都不怕變黑了 那這個應該也要有一些認證之類的 有 這個有 十七個國家認證 所以它真的非常棒 所以這是我用很久的 喜愛的產品 對,這個也好 這個也很好 也很好,對不對 對 統統包了 我覺得剛剛阿哥送我 一套 一杯的 不是一杯的 所以我們平常保養 基礎是最重要 就是洗臉洗乾淨 卸妝什麼都讓乾淨 然後保濕乳液、營養品 然後再來就是要做防晒 對 好,然後防晒你要做得好 真的就像瑋瑜說 它跟它同樣... 同時的年紀看起來 它沒有斑 對不對 然後就是膚色其實還算都 還滿匀秤的 所以我們把防晒做得好 要留住我們的青春 我們每次盡量讓自己美美的出門 而且不要有壓力 就要太陽晒得趕快 所以隨身攜帶也挺方便 沒錯 對,真的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兩位其實已經都很棒了 但是因為做節目可以了解更多 讓自己更好維持住 這是最重要的 對,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撐傘 撐傘就像阿傘 那我真的有辦法 我看不到撐傘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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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只要出國 看到撐傘都是台灣的 真的 國外沒有人在撐傘 對啊 對啊 好 實際上 發生 發生